被一群牛跟着 我现在突然有点能体会到放牛娃的乐趣了 回头还可以看到缆车站 从缆车站出来要先面对着太阳 走一个大下坡 我现在已经感觉自己被晒黑了一个色号了 瑞士这边给徒步或骑行的人看个标识都很清楚 不用担心自己会走丢 拍到一只灵活的小胖子 这两只明显还是比较小 比较年轻好动 天呐 刚才下面这只小的跑到了路中间 可惜没拍到 我相机还没掏出来 它就已经窜回来了 路边的这块大石头下面 好像有他们的一个洞口 这一片感觉像个豪宅住了一个大家族 除了刚才那两只小的 还看到了一二三四四只 旁边还有几只被草遮住了 看不到 刚才忘记拍那个吐蕃鼠豪宅的位置了 就在那边那个长椅的背后 路的另外一边 大家如果在这种路上碰到了野生动物 看看就行了 千万别上手 这边有很多骑山地自行车的 走在路上的时候 尤其是碰到那些大下坡 要注意一下后面有没有骑的速度比较快的 这块地方其实算是一个 山澳或者叫山口 两边都是连绵不断的雪山 然后都有蛮多徒步的路线的 过了刚才的那个小木屋 就基本上都是平路了 现在可以看到对面的Kleinersheideck 也是一个山口 还有山脚下面的小镇Kindlewild 那边还可以看到今天早上出发的地方 这条线路总的来说挺好走的吧 比较平坦 然后路上看到了挺多 一家老小全家出行的 又看到了一个牛群 穿过那个牛群就是下山的公交车站了 一般这些牧场的牛不太会主动的攻击人 不过咱们最好还是保持距离 尤其是有时候碰到有小牛 小牛就会好奇心比较重 说不定会顶一下 然后还以为是在跟你玩 同时也要避免突然做出一些比较大幅度的动作吧 因为也有可能让牛受到惊吓 这不是两头母牛吗 这是为啥呀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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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